高二那年 被让人手足无措的理科摧残得斗志全无后 我骆驼地选择来到这个文科班 在大家眼中 文科虚而无用 只有失败的岔生才会选择文科 而理科才是优等生的天堂 我所在学校的现状也的确如此 即使各科老师穷尽了热情与智慧 也没能改变每一届文科班 就寥寥几人上本科线的残酷现实 日光之下并无心事 一开始自信满满的我们 也会嘲笑历届学长 并发誓要打破文科生 很难考上大学的魔咒 但一次次在考场上 针刀针枪地比拼后 我们才明白 自己也不过如此 班上的学生要么基础不牢固 要么考不了高分 各有各的劣势和遗憾 只能一眼巴巴地 看着理科生们 在每次考试中笑傲勤雄 渐渐地 我们都觉得难逃命运之手的捉弄 即使拼命挣扎 也不过是赴一场死亡盛宴 只是死状不同而已 随着高三的来临 教室里的氛围 陡然怪异了许多 成绩稍差的同学 以抱有放弃的心态 用逃课 睡觉等方式 进行着末日狂欢 优等生们 则纷纷愁眉苦脸 整个班呈现出一派 萧瑟秋风凉的景象 初秋的一天 李老师找到了 担任班干部的我 李老师喜欢 剑走偏锋 做事经常不按套路出牌 这次 他交给了我 制作梦想榜单的任务 梦想榜单是什么 能提高我们的分数吗 尽管我怀揣疑惑 但还是按照李老师的要求 买来卡纸 剪成一扇 窗户大小的形状 他口中所谓的 梦想榜单 就诞生了 课间十分钟 李老师拿着榜单 走进教室 故作神秘地示意 大家安静下来 他要求每一个人 把自己的梦想 大大方方地填写在榜单上 可以是某所大学 也可以是一个分数 而且 必须实名制填写 这句话像一束火苗 瞬间引燃了大家的疑惑 我们都很不理解 李老师的做法 梦想这东西藏在心中 是浇灌新田的泉水 而一旦宣制于口 便显得矫情 况且 制定目标的做法 很多班级都用过 也没见有谁在高考中 成为一匹黑马 何必多此一举呢 见自己的提议 无人响应 李老师皱起眉头 语气委婉 却也暗藏锋利地说 原以为 长江后浪推前浪 哪晓得你们这群90后 还没有我这个60后胆子大 这样吧 我带头先写 但我不需要参加高考 我就写其他的梦想吧 说吧 他不仅刷刷地写上了 减肥20斤 和自己的名字 还自嘲似地拍了拍 有些发福的肚男 这一举动 虽然让当时的我们 瞠目结舌 但带来的更多的是 感动和唏嘘 该是对学生 有着怎样厚重深切的关爱 才能让一位老师 在众目睽睽之下 如此自黑啊 我们不再犹豫 有胆大的同学 率先提笔 写下了本省 一所挺不错的大学 谁知惹得李老师 扑吹一声笑出来 他很有文艺范儿地说 梦想 可以是脚下的土地 也可以是天边的飞鸟 今天我要你们 尽情做梦 大胆写 管它现实与否 大学有什么难考的 小意思 在李老师的鼓励下 那位同学 擦掉刚刚写的大学名称 写下了复旦大学 受到这份自信的感染 我第二个上前 写下了南京大学 这所我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学校 随后又有几位同学 凑上前 羞涩地写下了 几所名校的名称 渐渐地 全班同学彻底放开 纷纷抢着笑着 在梦想榜单上 快意书写着 李老师也趁热打铁 幽默地挥舞着胳膊说 孩儿们 都操起笔 大胆写起来吧 顿时 沉寂许久的教室 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完整的梦想榜单 新鲜出炉 写清华北大的不算少 连哈佛 剑桥都出现了 但从榜单上看 真可谓 人才遍布大江南北 以高考最牛般的噱头上 新闻头条都妥妥的 那天 大家在意犹未尽的课间 十分钟里 得到了彻底的放松 原以为 梦想榜单 只是一小段插曲 短暂奏鸣后 便会在高三的 书山堤海里 演其西谷 可是第二天 李老师居然把它高调地 贴在了教室外面 是的 你没看错 不是贴在教室里面 而是贴在每天 人来人往的教室外面 很快我们班在全校 一举成名 教室外面 总有其他班的学生 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 窃笑着 对着榜单 指指点点 还有人拍了榜单的照片 上传 至学校论坛 帖子被狂妄自大 神经病班级 等评论置顶 多没面子呀 我们愤愤地坐在座位上 被这份突如其来的耻辱 弄得浑身不自在 很多人都想偷偷接掉榜单 但由于猜不透 李老师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再想想 他那藏在镜片后的 犀利目光 便作罢了 国庆节假期结束后开学 没关牢的窗户 漏进了初秋的寒意 大家抱着书本 三三两两 奄奄地走进教室 忽然 我瞥见我的课桌上 放了一张 类似于贺卡的东西 皇子相见 让人眼前一亮 我疑惑地拿起戏看 惊喜地叫了起来 竟然是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赶紧翻开 里面只有简短的一行字 陈汉宇同学 恭喜你已被南京大学录取 是字迹工整的手写体 一看就是郑重其事的书写上去的 虽然这是一份山寨的录取通知书 但与它邂逅的刹那 那真实的质感 与诚恳的文字 还是让我瞬间 飘向了梦幻般的天空之城 仿佛 我与那座神圣学府 真的只差这一只喜抱的距离 紧接着 不断有惊呼声响起 全班每一个人 都收到一份属于自己的 大学录取通知书 封面上的学校名称 与每个人填写在 梦想榜单上的相吻合 为了增强真实感 每一份录取通知书 都尽量仿照真实的 录取通知书来制作 比如 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以中国红的特色著称 那个梦想考北大的同学 收到的礼物 封面 就被涂满了红色水彩 后来我们才知道 为了感知这批礼物 作为资深旅友的李老师 甚至放弃了旅游 整个国庆假期 都宅在家中 那天晚自习 全班异常安静 我盯着小夕异弥 捧在手心的 南大录取通知书 心里五味杂陈 为什么那令人 神昏颠倒的成功滋味 请客就烟消云散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自己都甘于平庸 想着想着 竟有泪水涌出 滴滴答答 落在试卷上 其他同学 也同样不言不语 我相信 他们定有着 和我相同的遗憾和惆怅 也许 我的做法 有些欠妥 伤害了某些 较为敏感的 同学的自尊心 在这里啊 我先给这些同学 诚恳道歉 但是 讲台上的李老师 画风斗转 解释起了自己的用意 我的目的 只有一个 那就是让你们 率先品尝成功的滋味 是这样罪人 一纸仿制的 录取通知书 尚能让你们 这样欣喜 假如你们真的 考取了理想的学府 那这样的喜悦 将会更真实 更长久 梦想榜单 我会一直贴在 教室外面的墙上 直至高考结束 而你们手中的 这个录取通知书 我希望你们 能夹进书中 放在心上 陪伴你们一直走下去 文科生 绝不是差生 大学 也并不难考 以前 各科老师 也会这样 在我们耳边念叨 心灵鸡汤 但对酒精考场的 我们来讲 无任何作用 但是这次 李老师的话 不仅去除了 我们心间的魔障 还让这颗心 重新变得柔软 滚烫 从那天起 再没有谁 嚷嚷着 要去接墙上的榜单 在李老师 大学不难考的感染下 班上的学习 氛围浓郁起来 请教问题的同学 将老师 围得里三层 外三层 就连一些 从前混日子的学生 都变得安静了许多 也会有模有样地 翻翻书本 做做试卷 其他人的录取通知书 去了何处 我不得而知 我把自己的 藏进客桌 在黑夜漫长 滴水成冰的 那个高三冬天 只要偷偷摸一摸它 心中 就涌上一股暖流 我曾偷偷观察过 理科班的 高三同学 愁眉苦脸 日益累高的书 藏不住青春的忧伤 教室里 除了吊扇 滋滋不倦地转动着 再无其他生机 而我们这个 外人眼中的烂班级 在高三下学期 氛围却出奇地好 大家一起学习娱乐 嘻嘻哈哈笑成一片 人人都嚷嚷着 待到九月时 一定把在卫明湖畔 或清华园的流影 传给大家 仿佛那些名校 离我们真的只有 咫尺之遥 高考后 班上考取本科院校的同学 有十几个 就连没上本科线的同学 都满意地说 过瘾过瘾 不后悔 虽然全班 没有一位同学 考上自己梦想榜单上的学校 但我们 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与外人眼中的文科班 大相径庭 毕业聚餐 明明说好了 只能快乐 不能悲伤 但比划着剪刀手 喊着茄子的我们 还是把李老师围在中间 哭红了眼睛 就算每一个人的心愿 都落空 但这场青春 以狼狈开始 以美好收尾 时光匆匆如流水 一场青春大梦醒 那间重满紫罗兰的教室 又装进新的欢声笑语 曾并肩作战的我们 就这样散落在天涯海角 而李老师 一定白了两缕并角 但是 无论过去多少年 无论走多远 我们都会深深地感激李老师 那一年 是他站在我们高三的尾巴上 教会我们 乐观 自信 为我们苍白的成长史 画上了鲜活 闪亮的一笔 那张梦想榜单 将永远贴在永恒的十七岁里 承载时光 永不泛黄 摆脱了自卑迷茫的我们 将会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 愈挫愈勇 像墙角的清脆藤蔓一样 生生不息 逆光生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生不息 明天 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